糖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陷入了这个高胆固醇 高血压还有高血糖的三高危机当中 而中研院就根据了国人资料库分析 发现有七成的女性都是外表匀称 但是呢体脂肪过高的泡腹足 而且有六成的民众是没有运动习惯的 而中研院要在十年内建立二十万笔的资料库 希望可以改善国人慢性病的防治 您可能听过法规资料库或者野生动物资料库 但是您知道什么是人体生物资料库吗 随着医学进步国人寿命延长 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 高血压等等的慢性疾病 都成了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为了深入了解台湾人常见疾病的致病因素 中研院展开了台湾人人体资料库的建立 一年多来已经有两万五千名民众自愿参与 我们已经开始研究三方面的疾病 第一方面的疾病就是老年失智症 第二方面的疾病就是B型肝炎的感染 第三方面的疾病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洗肾的慢性肾脏疾病 不过以目前的资料库分析 国人运动习惯普遍不足 女性更有七成的体脂肪率都高于标准范围 中研院除了广邀全民一起加入资料库的建立计划 也提醒大家平时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机关 记者李维廷台北采访报道